好呀 提醒大家 天气要变冷了 这两天呢 受到了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气温会下降个两度 北部跟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都会有短暂雨 而礼拜天 东北季风还会比这一波更强 天气转为干冷 在中部以北 清晨低温会降到14度 而南部呢 日夜温差比较大 会有10度左右 北台湾才恢复一天的好天气 又开始下雨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北部 东北部和东部地区又转为有短暂雨的天气 气温下降两度 低温20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高温有29度 但日夜温差大 礼拜天 东北季风更强 带来的冷空气将是入秋以来最强的一波 低温将会降到只有14度左右 处于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 预估呢 在下周一以及下周二 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 可能会有局部地区的清晨温度 因为受到夜间辐射冷却的关系 只有14 15度左右 这波东北季风预计下个礼拜四逐渐减弱 到时候各地气温才会缓步回升 而今年形成的第31号台风洋流台风 上午已经转为热带性低气压 对台湾不会有直接影响 而今年也是1997年以来 台风形成最多的一年 就是1997年以来的电脑